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,华为正在逐步做出相应的决策。 最近,华为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,将继续在加拿大招聘200名新员工,加入华为的技术研发团队。 同时,华为将在加拿大增加15%的研发投资,即从目前的1.365亿美元增加到1.57亿美元。 华为的决定在外部环境中,特别是在加拿大,真正意味着什么? 新员工,增加当地就业,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,作为华为重要的海外基地之一。 加拿大一直是华为海外投资的目的地,因为华为在加拿大的投资将受到中加投资协议的保护。 华为的业务已经遍布世界各地,它还需要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力和技术资源结合起来。 因此,招募新的研发人员,扩大研发投入,就是为了获得这些资源。 当然,加拿大当然是其中之一。 当然,至少从表面上看,加拿大仍在评估华为的5G网络技术,尚未发表具体结论。 这对华为不利,事实上,评估并不重要。 欧洲已经得出结论,在这个关键时刻,华为在加拿大的新员工,有人认为,华为是以得抱怨的。 这种说法显然不客观。 因为华为是商业组织,不是公益组织,所以它必须有自己的需求。 如上所述,华为必须有自己的要求。 同时,华为一定已经评估,并掌握了一些外界事先不知道的资讯。 华为,加拿大重要的通讯装置供应商。 为什么华为有自己的需求和资讯? 最关键的是华为是加拿大电信运营商的主要装置供应商。 在5G网络建设的关键时期,运营商如果继续使用华为的5G装置,将能够大幅度减少5G网络的建设。 例如,如果贝尔和Kalys不使用华为的5G装置,他们将投资数十亿美元,来替换现有的华为装置。 这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成本。 同时加拿大5G网络建设的程序,也将长期滞后。 从华为对加拿大资源的需求,以及在加拿大电信行业,特别是5G网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来看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华为又进行了巨大的扩张和投资。 华为肯定对相关情况有明确的判断,或掌握了一些国家的关键资讯。 我们等住桥。 我们等待会和树一起囧继。